十五华 结构严谨 攻防兼备 特别是它的运动形式是拳打一条线 出拳的方式是滚出滚入 少林拳有拳打卧牛之地之说 是岩卢 少林寺武僧总教头 六项世界吉尼斯武功记录的保持者 他为当今武林培养了众多的功夫高尚 拳是少林功夫的基础 早期的拳法是以实战搏击为主 少林拳出招敬招始终保持在一条直线上 以气在瞬间用最快的速度 最大的力量 产生最佳的打击效果 少林功夫动作的设计和套路的组合 都是建立在中国古代人体医学知识之上 讲究动静结合 刚柔相继 神行兼备 极大的发挥了人体内在的潜能 明末拳法大师玄机和尚留下的全经 是现存少林寺拳法最早的套路 人形有九个进气部位 其中这个你比如说 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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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当部 一提就说不了 他练个铁当工 用绳子帮上开拉动石棍 用棍子打他不怕 用胳梯他不怕 但据说这些铁当工啊 是上年级的人 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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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上现在流传的叫七十类 实际不止七十类 据我知道了 有一百二十多种 你比如说 严谨 除了这个严谨啊 就是说可以用棍子钉 可以用枪钉钉 双枪钉 钉了以后啊 它的力量很大 它也可以 啪啪 啪啪 这样会推动一个这个大巴持 二枪刺猴属少林硬气功 武僧在两支锋利的钢枪顶住咽喉的情况下 运足体内的真气 使身体能够抗击铁锤的打击 此功练成后可徒手入白刃 你怎么回事 这叫勇气功 因为练到一定时间的以后 你比如说 他的铁纱长就是 说把我这个杀去里面插 柴头插米 后来插豆子 后来插杀 练了以后呢 特别是他这样 而是成功 小儿子成功 这个电路底 能把周身拿起来 要是用于电鞋来 那就很厉害了 这个擦眼睛 耳中吸住 擦眼后呢 扣断动脉 而这禅 也属少林功法绝技之一 练习此功 至少需要五到八年的时间